夏翠和许妍妍怎么回事 跟瞎了一样 完全看不见她的诡异之处 望苗苗拧着眉头 谨慎思考 按照规则第二条不要和多出来的同学说话 我推测 如果和她说话 就会被她蛊惑 心智被她污染 原来夏翠和许妍妍都成为了她的傀儡 我攥紧了手里的药瓶 只要喝下药粉 她就会离开 我别无选择 喝完药后我们再次回到寝室 她消失了 夏翠和许妍妍跟我们热情地打招呼 刚才的事情 她们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和望苗苗暂时松口气 我悄悄地和她商量 只要咱们遵守寝室规则 就不会出事 去过走廊右侧洗手间的人 都会被她跟踪 咱们一旦和她说话 就会被捕获 变得不正常 应该是违背规则的人 都会被她盯上 所以咱们根本不清楚 身边的同学是人 还是她 最好的办法 就是无视外面的同学 咱们谁都不理 我们开始保持沉默 晚上七点多 手机依旧没有信号 我想和父母报个平安 便和望苗苗去一楼 宿管阿姨那里打电话 听到妈妈声音的一刹那 我的眼泪差点流出来 妈妈 这个学校好奇怪 一阵电流信号干扰的刺耳声 从听筒里传出来 老管阿姨凹陷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 别浪费时间 你只有三分钟 报喜不报忧 多说好事 免遭报应 我一脸错愕 难道学校的怪事不允许往外传 所以这台座机被监听了 一旦说到宿舍楼的秘密 就会受到信号干扰 我哽咽的说着 妈 我听好的 就是有点想家了 想家有什么用 浩浩度时 想来包打我和你爸 多挣电钱 照顾好你弟弟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我知道了 妈妈 这是学校的电话 我们请示信号不好 手机无法接受消息 行 我知道了 我和你爸又傻事 搭这个号码 联系你 划断电话的一刻 我证实了内心猜测 汪苗苗用同样的方式联系家人 只有赞美学校 表达安好的闲聊 能被家人听见 一旦提到诡异之处 信号马上切断 仿佛是有什么东西 无时无刻监听着我们的隐私 这种被偷窥的感觉 令人毛骨悚然 我气恼的跟阿姨说道 学校总会放寒假暑假 等我们回家 一定揭发宿舍楼的秘密 楼管阿姨提笑肉不笑 意味深长的说道 认真遵守规则 先活到那天再说 我和汪苗苗气呼呼的回到宿舍 临睡前 我检查好了门窗 外面没有亮衣服 一切都很安全 晚上十点 明亮的灯忽然熄灭 房间陷入一片黑暗 刹那间 走廊响起一阵惊叫声 怎么厕所还关灯呢 哪个学校的洗手间 半夜不开灯啊 什么破学校 谁在抓我的脚 啊啊啊啊 放开我 救命 救命啊 有人挖我眼 紧接着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似乎有谁在发疯的逃跑 砰砰砰 剧烈的敲门声 皮卷了漆黑的宿舍楼 快开门 什么东西跟着我 开门让我进去 救救我 求求你们 把门打开啊 我摒弃宁神 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动静 整个人蜷缩在被子里 默默的听着外面的躁动 哐哐哐 有人在打我们寝室的门 李兰 快点开门 让我进去 403的室友把我推出来了 我的心头一惊 这个声音很熟悉 汪苗苗 是我 我是董梅 我是董梅啊 快开门 我探出头 望了一眼下铺的汪苗苗 我看不清楚她的表情 但是她躺得笔直 被子紧紧捂住脑袋 仿佛听不见门外的求救 我还知道很多寝室规则 开门 我全都告诉你们 我盯着门板的方向 同样产生怀疑 门外大喊大叫的 根本不是董梅 而是她在诱骗我们 有什么东西来了 快开 董梅的呼救声和敲门声 戛然而止 整栋楼陷入一片死寂的宁静 我不敢动弹 在紧张不安中渐渐睡去 当我再次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 夏翠和许妍妍站在小阳台 窃窃私语的说些什么 我凑过去一看 玻璃窗户布满了一道道抓痕 就像是坚硬的手指尖滑在器皿上 每一道划痕都很用力 似乎是某个东西 想从窗户爬进来 许妍妍吓得脸色惨白 昨晚到底是什么 夏翠也瑟瑟发抖 不行咱们还是回家吧 这个宿舍楼不能住了 我举双手赞同 特别是昨天亲自经历了厕所的事 离笑是最明智的选择 我想叫上汪苗苗一起走 但是他不在寝室 汪苗苗呢 我们起床他就不在了 有可能是上厕所去了 咱们先下楼看看情况 我们打开门看到走廊上 同学们都在讨论 食堂的早餐很美味 闭口不提昨晚的事 夏翠悄悄问我 大家都忘了吗 我也不清楚 我心里一阵阵发慌 大家的状态 就和昨日被他蛊惑的室友 一模一样 我们来到学校门前 有一些住就宿舍楼的女生 吵着嚷着要离开 保安紧锁校门 大声喊道 上学期间禁止外出 私自逃离 后果自负